粒粒皆辛苦,粒子壳废物利用 山藥主要是探讨粒子除了果实以外的废弃物是否能利用 研究动机以COVID-19病毒为主要发祥 研究目的,探讨出适合大众口味的产品 研究架构 认识粒子与粒子壳 水煮粒子的配方表 制作水煮粒子的过程 制作喉糖的器具与材料 栗子壳水喉糖的配方表 这是喉糖的制作过程 栗子壳前处理 制作栗子壳粉蛋糕的器具与材料 栗子壳粉蛋糕的配方表 栗子壳粉蛋糕的制作过程 这是我们的成品 实验架构 栗子壳水喉糖相关测定 1.酸减值测定 2.糖度测定 3.水分测定 4.光能品品 5.产品包装与设计 我们以粒子元素做主体 实验结果如下 以下是光能品品实验结果 这是我们讨论出来的结果 结论 我们证实了 粒子的废弃物是可以重复利用的问题 可以被成立 也大大降低了 废弃物的出现率 在食用上 也可以摄取到一定的营养或是功效 喉糖的问题 唯有融化的速度很快 便采取使用防潮糖粉 熟玉米淀粉 和密封的玻璃罐等保存 蛋糕也要做出许多细微的调整 亦能达到口感及风味最佳的成品 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